看到同伴准备拍照 男人赶紧用箱子盖住地上的残骸 因为他不想让人们知道 被困在这里的两个多月 他们是靠吃人肉活到了现在 然而到最后 他们不但没有被指责 反而备受尊敬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1972年 一支橄榄球队乘坐乌拉圭空军571号航班飞往致力 其中40名是橄榄球队员及家人 另外5名则是机组人员 原本这是一次美好的跨国之旅 结果由于机组人员判断失误 在途径安地斯山脉时 飞行员为了穿过乱流 特意驾驶飞机选择了气流稳定的通道 结果穿过迷雾的瞬间 却发现面前正耸立着一座巨大山脉 即便飞行员拼命尝试抬高操纵感 最终还是撞上山顶 巨大的撞击导致飞机瞬间被一分为二 坐在机尾部分的人瞬间没有了生命体征 而大部分坐在机头的队员们顺着飞机往下滑 结果飞机卡在地面 强大的惯性导致所有人向前挤压 刹那间 人和飞机零件被挤成一团 不知过了多久 幸存的人相继醒来 大家赶紧救援被困的队友 与此同时 几人尝试用飞机的无线电申请救援 但很可惜无线电已经损坏 机长在临死前 告诉他们飞机刚过库里科 很快夜幕降临 温度瞬间下降至零下30度 大家只能卷缩在机舱里 互相拥抱取暖 然而飞机到处都是猎袭 刺骨的寒风却无孔不入 再加上没有取暖之物 本就受伤的队友们哀嚎了一整晚 第二天醒来 却再也没有了动静 趁着太阳出来 外面的温度终于恢复 幸存的队员们赶紧组织 把11名已经遇难的同伴抬出来 更绝望的是 他们找遍所有行李箱 发现食物寥寥无几 连一天都支撑不了 为了活下去 众人开始想办法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度过寒冷的黑夜 他们拿出行李箱的衣物 堵住飞机上的缝隙 再用行李箱堆成一道墙 总算是又度过了一晚 第三天凌晨 婚离了两天的南多终于醒来 他迫不及待询问家人的情况 却得知母亲已经遇难 妹妹也奄奄一息 南多瞬间后悔不已 几天前自己还让父亲放心 自己一定会照顾好母亲和妹妹 谁都想不到会变成这样 虽然噩耗不断传爱 但活着的人必须要想办法活下去 队员们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 有的制造出简易蓄水器 有的则用行李箱摆出求救信号 就在这时一架搜救飞机路过 众人赶紧用镜子反射提醒对方 看到飞机煽动机翼恢复 大家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以为终于能离开了 然而不知等了多久 迟迟不见飞机踪影 看来搜救队并没有发现他们 这已经是他们被困的第三天 食物已经完全耗尽 第四天 天空再次传来飞机轰鸣声 众人再次翘首一盘 却发现声音渐行渐远 此时聪明的队友已经猜到了原因 原来安地斯山脉特别大 搜救队每天会按照区域搜查 昨天没有发现他们 那么接下来的日子 可能再也不会搜查这里 而眼下 唯一能和外界联系的方法 只有无线电 但前提是要将其修好 努马作为年轻人的代表 他主动提出 于是制作了简易护目镜后 四人准备去到雪山的另一边 然而只走了一半就花费了几小时 此时同伴惊讶地发现 即便站在这里 都已经看不见坠落的飞机 所以说 哪怕飞机知道他们还活着 也很难找到他们的具体位置 眼看夜幕即将降临 绝望的几人只好返回 几天后 大家已经饿得双眼无光 为了冲击 有的人吃鞋带 嚼香烟 只要是能吃的东西统统不放过 但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但却不敢明说 这时南多站了出来 南多的话一出 队员们瞬间分成两派 有的认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 就会饿死 也有的人说 如果吃了就是犯罪 因为他们没有争得同意 外人没有权利这么做 就在大家纠结不定时 南多的妹妹由于重伤去世 终于到了第九天 飞拖站了出来 争得了大家一直同意后 飞拖率先拿着玻璃片出去 紧接着几名队友紧随其后 为了不让其他人恐慌 他们选择在隐蔽的地方进行切割 在极度的饥饿下 最终只有奴马几人依旧坚守底线 这天他们意外发现 雪地下埋着一个行李箱 里面有个损坏的收音机 经过一番修复 终于收到了外界的消息 但却得知了一件更绝望的消息 众人彻底绝望 也就是说 外界已经默认他们已经遇难 这下即便在坚定的几人 也知道不能光靠祈祷 他们必须吃东西 唯独奴马还是坚定不已 这个只有25岁的男孩 决定还是要去寻找机尾的电池 于是在不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 三人一大早就出发 终于成功找到坠毁的机尾 然而绝望的是 他们并没有找到电池 只看到了昔日好友 在冰冷的雪地里安详地躺着 此时同伴提醒奴马赶紧往回走 一旦夜幕降临 他们就回不去了 奴马还是不肯放弃 他决定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看 可融化后的雪地更是举步为坚 短短的距离 几人就耗费了一整天 果然很快就夜幕降临 三人来不及返回 随着暴风雪到来 他们紧紧相拥互相取暖 在寒风刺骨的雪地里度过一晚 直到第二天太阳融化冰雪 三人虽然苏醒 但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其中一个更是眼睛失明 此时奴马的身体也到达了极限 他强忍着把食物放进嘴里 不敢咀嚼直接吞了进去 很快时间来到第17天 外面的暴风雪已经连续五天不停 大家依偎在机舱里 庆幸彼此还活着 每个人分享着自己的过去 畅谈着令人向往的未来 然而就在这欢声笑语间 外面突然传来诡异的声响 正当大家好奇时 原来连续几天的暴雪 导致雪山上积累的雪往下滚 飞机残骸瞬间被淹没 众人唯一的庇护所受到重创 大家赶紧救援被埋在积雪下的队员 将他们一个个挖出来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还没等大家救出所有人 积雪又一次袭来 这一次 所有人都被埋在雪地里 没有一点光线 也没人知道雪有多厚 但唯一知道的是 又有七名队员遇难了 奴马又一次崩溃了 他拼命地想要找到一条生路 于是用脚猛踹飞机上的玻璃窗户 结果 然而即便受伤 奴马依旧没有停下 他顺着窗户向外爬 硬生生靠着一根铁棍凿出一条通道 再次见到阳光 大家的脸上终于迎来笑容 至少他们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之后众人一起把飞机残骸跑出来 这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所 此时一名身为医生的队员满脸愁容 因为他知道有几名队员活不久了 其中就包括奴马 果然没多久 阿图罗因病去世 转眼时间来到第36天 大家每天都在寻找离开的路 奴马紧随气后 突然他从雪山上滚落 原来奴马之前的伤口已经感染 他十分清楚这一切 即便疼痛越来越强烈 却没有告诉任何人 坚持带领大家寻找逃出去的路 不久后 又一名只有22岁的队友去世 临终前 他不断呼喊着自己的父亲 奴马绝望地看着这一切 但此时的他再也没有立即帮助队友 这天队友突然带来好消息 他们向东走了三小时 竟然意外发现了掉落的电池 原来本该在机尾的电池 当时并没有掉在另一顿 而是顺着惯性向前冲了出来 并且他们还找到一箱食物 接下来的几天 几人天一亮就去修复无线电 由于往返需要6小时 再加上夜幕的12小时 他们每天的时间都很紧凑 更糟糕的是 经过几天的努力 无线电修复工作最终宣布失败 所有人都绝望了 现在只剩下17名幸存者 很快巧克力也吃完了 大家又只能恢复之前的模式 并且已经习以为常 随着时间推移 奴马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伤口的感染已经变不全身 第60天 年仅25岁的奴马在睡梦中离世 所有人都悲痛不已 奴马留下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最伟大的爱莫过于为朋友舍命 受到奴马的影响 大家决定最后再赌一次 南多和另外两名队员 决定带上一周的食物踏上旅途 他们一路向西走 可仅仅是翻越一座山 就需要花费几天的功夫 夜里也只能靠着顽强的意志抵御寒冷 当他们好不容易爬到山顶时 却发现面前还有一座更大的山 目光所到之处 却找不到一条出去的路 几人呆呆地坐在原地 不知道该往哪走 在大自然面前 他们渺小得如同蚂蚁 如此美丽的风景 一度让罗伯特挪不动脚 此时南多告诉他 山的后面就是海 只要跨过去 心爱的人已经在等待自己 紧接着南多和罗伯特 将朝着棕色的山峰前行 为了让两人坚持更久 另一名队友原路返回 将食物分给两人 接下的几天 两人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峰 终于到了棕色山峰 这里没有了积雪 行动起来更加方便 于是两人加快脚步 第71天 他们终于发现了河流 两人躺在地上 大口喝了起来 罗伯特一抬头惊呆了 可对面有个人正看着他们 两人激动万分 对面丢来纸条 两人赶紧把遭遇告诉对方 很快消息传了出去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政府连忙派出 两架救援直升机前往 无数记者也赶了过来 随后南多坐上飞机 为军军指路 很快被困的14人 从收音机听到消息 众人激动万分 赶紧收拾好遇难队友的遗免 等待期间 还为自己梳妆打乱一番 看到直升机的那一刻 众人再也止不住难掩的泪水 飞机上 大家的目光紧紧盯着 那个生活了71天的地 他们终于平安回去 而那些人却再也回不去 16名幸存者 引起了世界回忆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他们是如何活下去的 而唯一的答案就是 为爱牺牲一切